我是叶子元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制的深入理解交话虚拟机这套视频较上 那么从本节开始呢 我们就来探究这个卡拉斯文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啊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探究的呢 就是最开头的一个叫做魔术的啊 那么这个魔术的存在呢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这个文件中都是存在的 它的存在呢就是来标识这个文件的类型 嗯 其实从本节开始呢 我们所需要这个呃 这个这个站在的这个角度啊 不要站在这个程序R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了 我们要站在这个虚拟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那么虚拟机要执行这个直接码文件 它首先就得校验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地方叫哈喽点加吧 我如果给它起个名叫哈喽点克拉斯 那么直接码是不是那个那个虚拟机是不是也会傻傻的去执行这个哈喽点克拉斯呢 其实是不会的 对不对 那么它所区分这个文件的类型并不是通过这个这个文件的扩展名来进行区分的 而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魔术啊 魔术 那么我们在呃之前的课程中也已经给大家提到过了 这个魔术呢 其实这个加网中的魔术呢就是起了一个非常具有浪漫气息的名字是吧 叫咖啡baby 呃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呀是这个他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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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咱说这个JDK啊 这个加网的前身是OAK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OAK的时期啊 这个咖啡baby就已经定下来了 呃这个当初在定这个呃魔术的时候啊 就是呃意思呢就是起一个比较啊 方便记的啊比较有意思的名字 那么就选择了这个呃具体的是什么历史原因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猜测一下或者自己去网上查一下都可以啊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只是说明 那么只要以他开头呢 就表示的就是一个class文件啊 那么就可以被虚拟机进行这个呃读取 当然了呃 虚拟机在这个读取这个class文件的过程中啊 他会做很多很多的教验 当然不仅仅是他只是说有他他才会读 如果没有这个他压根就不读了 啊呃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把它给删掉 把它改成叫class 我们改吧 啊那么我们拿这个交往来进行执行吧 交往哈喽是吧 哈喽我的 呃报错了吧 我说了吧 报的什么错 好让大家注意看 他报的是class format error 就是说是不是报的这个魔术这个值不对啊 不对这个值是多少呀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啊 把这个数据拿下 把这个数据拿下 我们再改成掉java 来去进行编译它 java c 好了 有了吧 我们再来打开它 我们再来打开它 我们把它打开方式 更多应用 我们就指定上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路径在哪 呃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嗯 proprox prox prox 名字起的挺怕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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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其他的应用 找到 这个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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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后再打开这个class文件的时候 直接双击就能使用这个软件来进行打开了 嗯 他说这个值不对是吧 给了我们一个 这么一个数字印它就行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咖啡杯比这个值是多少啊 怎么算呀 16进制化成10进制自己去算吧 我们 我又不再 手动的算啊 通过我们的计算器啊 叫C 转称16进制的模式下 CAFE BABE 是吧 这个值是多少 应该是这个数是吧 应该是这个数 而不应该是这个数啊 那么 同样呢 我们 我们拿这个工具打开它 我们看 这个 7075 6264 是吧 7075 626 C 7075 626 C 这个数 就是这个啊 这个数 它会对比啊 这个魔术如果不是咱刚才算出来那个数的话 那么它呢 就会报一个魔术的这个值错误啊 好了 那么 这是关于 这个 魔术啊 魔术 没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 下面呢 我们继续啊 这个我们 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魔术结束了之后 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魔术结束了之后 在哪还能摘 我刚才的那个呢 这个编辑器比较弱啊 是不是同时只能打开一个呀 再把它给拖进来 再把它给拖进来 嗯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魔术结束了之后呢 接着它要干嘛呢 我们做过这个 和无端程序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版本 对不对 那么不同版本之间可能 兼容性啊 或者 一些处理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所以说这个呢 嗯 它也会有一个版本 那么GDK 因为发布了多个版本嘛 所以不同的GDK 所打成的这个class的版本是不同的 嗯 所编译出来的版本是不同的 那么 嗯 本的这个向下兼容的原则 高版本的呢 可以兼容低版本的 但是低版本的呢 肯定 就是 低版本的GDK 肯定是不能运行这个 嗯 高版本的这个class文件的 所以它就有一个 嗯 有一个这个版本的问题啊 就是说 从这个魔术后边往后四位啊 四个字节 表示的就是这个字节码的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呢 嗯 这个版本号所对应的这个GDK的版本 已经给大家列列到的地方了 当然 还有一些很细节的 比如1.1.8呀 这样对应的数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嗯 你只要知道51到52之间的是1.7对不对 52往上的是1.8 嗯 这样就够了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52是前面呢 是次版本号 后边是主版本号 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主版本号啊 我看见到次版本号是0啊 那么主版本号是34 34 34这是一个16进制 那么34转成16进制是多少呢 我们同样的计算起来算啊 算出来之后发现是52啊 嗯 16进制 32 啊 不是32吧 多少呀 34啊 34发现是52吧 转成十进制 那么我们可以查查到这个52所对应的这个GDK版本是1.8 那么当然了我们这里所用的这个GDK版本啊 确实就是1.8 就是1.8 那么你可以去 嗯 换一下GDK 然后来 嗯 编译一下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class文件的版本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版本号啊 这就关于版本号 嗯 好了 那么我们关于这个 魔术和这个版本号呢 就说这么多 嗯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来阅读 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读了第一行的这个 呃代码了 我们是不是第一行已经能理解了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学习啊 好了 那么本节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